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SZ 歡迎來到我們Dominecraft基準生系列第49集 上一期呢我們抓了我們的動物 對沒有錯 那我們的動物其實已經好一陣子沒有去看一下耶 大概也有兩個月了吧 對我這兩個月其實都沒有什麼在 在等minecraft就是偶爾登一下 然後拿一些素材這樣子 那目前看動物應該都是蠻好的階段 那我後來想想我們刺濟的時候 就是等到我們把我們今天要蓋的東西蓋完之後 我們再去引它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直接在那邊來蓋地獄門會比較好 那在上一期的時候我印象我在開頭的時候 好像還是結尾的時候有講說 我們對面之後要幹什麼 對那相信各位其實也不好拆啦 對那我們抓動物的目的就是要來蓋我們的動物園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已經事先把我們這些火把這些都給它插好了 那我們的範圍大致上應該就這麼大吧 然後可能會到那邊左右 那在這邊的時候我也事先做了一些準備 雖然說沒有完全做完啦 但是我也現在這邊架了一個瘋火台 對然後這邊其實原本不是一個山洞 對我把它挖到一個山洞出來 然後就可以直接通到這裡面去 那這個裡面就是我們今天也會涵蓋在的建築範圍裡面 說到動物園的話 我們一開始進來的時候會有個大門口 那大門口裡面會有一個售票 就是我們要入場的 就是售票的地方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首先我們先蓋出我們的門的位置 那這邊的話我想要作為 就是工作人員走的地方 那其他的地方就是作為我們客人要走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這邊的話 這兩排的話就是作為我們的顧客可以走的地方 然後剩下的話就分別是售票口 所以售票口的話 我們也就跟著蓋在旁邊 那就是三格 然後再一個三格 這樣子大小應該就夠了吧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接下來拿出我們的鐵柵欄 然後給他在旁邊放上我們的鐵柵欄 這邊的話因為是工作人員要走的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就整個給他圍起來 接下來在他的各處位置 往上給他疊高個兩格 記得喔 這邊到時候我們都要給他剝皮 兩側通道給他圍起來 接下來拿出我們的潛灰色混凝土 給他作為我們屋頂的頂的位置喔 那我們這邊就先鋪個天花板 鋪上我們的下半磚的砂岩階梯 再給他圍一圈的灰色混凝土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在我們的這一層的部分 給他作為我們的屋頂 那屋頂的部分我們大概就像 呃...一點點斜屋頂 然後前面中間的部分會是屏屋頂的這樣的感覺去做喔 第一洞基本上... 就先長這個樣子 欸 那我們接下來就... 來往我們的內部方向前進吧 那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 當年的蜜蜂農場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給他... 拆掉吧 畢竟我們也... 需要... 這些東西耶 走到破案之後呢 我們這邊可以給他蓋一個小小的建築物 那這邊的建築物是作為我們的... 入場的紀念品商店 那一樣我們先用木頭來圍出他的支柱 接下來把泥土給挖開 換上我們的山木半磚 牆壁的部分我們也給他換成山木材 接下來在一些蜘蛛上面放一些石磚 往上拓寬到我們的二樓 最後再加上一些細節跟窗戶 大致上蓋完了 那蓋完後是先長這個樣子 看起來是有那麼一點的... 奇怪或可能真的... 太久沒有開建築了 那接下來的部分 我想要來蓋的地方就是我們的這裡 那這邊我想要關的動物是我們的熊貓 那為什麼我想要關熊貓 是因為熊貓真的走得太慢呢 呃... 一般來講熊貓其實應該會比較後面一點 不過這邊的話我想把熊貓放輕一點 然後... 再來的話... 我這邊的話會想要採用一點點的半圓球式的一個搭法 不過因為這個大小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圓吧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就蓋一個類似四分之一圓的... 主體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開始動工吧 那我們接下來就拿我們的竹子跟一些樹 然後到我們的熊貓的養殖地 那這邊的話我們外面的話就放一些些的竹子 然後以及我們的樹 因為畢竟是要符合他們的環境嘛 所以我們就種我們的叢林木吧 叢林木感覺比較OK 然後我剛才在修整我們的道路的時候 然後我順便把我們的材質部分也稍微換一下 讓它看起來比較好看一點 不然原本的... 我後來想想其實有點醜 所以我就把材質都改了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改造的地方是這裡 把我們的地板給稍微挖一下 大概這個區塊左右吧 改好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等到藤蔓長好應該會好一點吧 那我在這邊也局部放了一些藤蔓 等它長長應該看起來就會比較好看一點 走到裡面來 我覺得我們先稍微整一下地好了 不然地有點亂 整完地之後我們一樣選一塊地方 來做為我們關動物的地方 那這塊的地方我想要把它做為 就是關赤祖獸的地方 多添加一些地域的元素在裡面 比方說像扭曲藤啊 或者是一些飛鴻、遜菇 那些等等的一些元素在裡面 然後在牆面上我想要再加一些些的玄武岩 來做為玄武岩三角洲的地形的特徵 然後讓它感覺起去比較難走 那這樣子我覺得地域的元素基本上都有了 最後我們再用骨粉來灑我們的飛鴻菌石的草地 讓它擴展出去 催手一下我們的柳區遜谷 讓它變得比較大顆一點 這樣基本上應該就完成了吧 蓋好我們的赤祖獸地區之後 我們接下來往上來擴增我們的動物園的園區大小吧 那上面的話我印象會有一個平台 我們就從這邊來進行我們的改造吧 挖上來之後我上面由於還沒有開始插火把 所以上面的部分應該怪會蠻多的 所以我們先把上面的怪先清一清 然後先把周圍插亮一下 好那我們的影片檔大概算是又損毀了吧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山壁這邊部分 基本上已經算是蠻後面的部分 就是來改建我們的山壁的部分 因為我想要加點特色 所以我在這邊的部分 我打算加一點像是燈籠的那種效果吧 對那我是想要讓它有點像是 鎖在山頭的那種掉掛子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就來蓋我們的燈籠吧 那這一個燈籠的顏色我想要用橘色 那另外一個的話我們就用一個藍色吧 一個象徵是現實的燈籠 一個象徵是靈魂火把的燈籠 蓋完後就差不多長這個樣子 那在最後稍微加一些細節之後 我們就來到我們的最後一步 就是要來種我們的樹 動物園怎麼能夠缺少樹呢 所以我們最後就來加我們的樹吧 famil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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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动物园已经完成了 那下一集的话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集 希望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里面的话可能会掺杂一些特别的东西 希望各位可以期待一下 或许该来做个打算了 是时候让心理解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